位于澎湖马公的雅果旅游的码头 上个月27号有一艘中国的游艇为了躲避台风入港停靠 船上的成员没有入台证所以不能够登岸 结果又还去除了官员竟然大分的让这一群路客登岛观光 还贴心的提醒大家要小心一点不要被抓到 中国游艇入港避风澎湖马公商港海巡副首长发现 游艇成员有人为依规定溜上岸 不料副首长的处置导致澎湖海防边防破个大洞 因为我们没有入台证 但是我们还想到岸上去品尝美食欣赏美景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登陆呢 请看台湾海巡署的小哥怎么说 我一定会说最后要去管制你们 是你们自己跑掉的 对对对跟你没关系 管控国门公然放水 澎湖海巡副首长让陆克上岸的影片曝光后 舆论瞬间炸锅 上个127号澎湖马公第一渔港的亚国码头 有艘搭载四名中国籍船员及一名 美国籍船员的游艇进港避风 但依规定船员不得私自上岸 没想到海巡署人员发现中国船员私自登岸后 竟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案马公三港副首长不当发言 处立即调整为非主管职务 并依法检讨重乘绝不宽待 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 不仅是不当言论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林表示 林副所长的行为已经设犯出入国移民法 未经许可入国罪的帮助犯 管碧林要求海巡署必须将副所长移送法办 至于已经离境的非法入境者也一样要依法送办 记者李静彤朋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